各位网友 各位同胞 大家好 我是老彪蓝 欢迎来到民主队线 那么现在台海的局势持续被推高 西方对设台的举动和言论越来越毫无底线 那么对于我来说 对于我们来讲 这是一个好事 代表着持续的催温 持续的催促中共 要把台湾给它彻底解决了 而不是说 最怕哪什么事 最怕就是这边全世界不关注了 台湾这边也没声音了 这个其实是不有利于局势的发展 但是现在他们在这个地方吵这个事情 闹这个事情 搞得越大越好 这样的话我们就不得不采取天津模式了 所以我说过 台湾这边的历史脉络 要想依靠北平模式 那是不可能的 我说过2300万人 饿死了999.99万 那剩下那几个人 他们照样要称王称霸 说不定你一打了 到时候可能会有非常扯淡的事情 说不定解放军这边一打了 中华民国那边谁就宣布黄嫖加身 称帝了 那这种事情都是有可能 我都称了 我都当皇帝了 这种事情非常有可能做得出来 欧盟最高外交官投书 前欧洲海军巡逻台海 根据今天出刊的法国周报 星期日报 欧盟外交与安全政策高级代表伯雷利 投出欠呼欧洲海军巡逻台湾海峡 法新社指出 伯雷利在星期日报的评论与他上一个在欧洲议会时的说法一致 当然他强调台湾对欧洲是如何的重要 伯雷利表示 台湾在经济 商业及科技上都与我们有关 这是为什么我呼吁欧洲海军巡逻台海 展现欧洲在此一绝对重要区域上自由航行的承诺 而在18日 伯雷利在欧洲议会大会讨论欧盟与中国关系时表示 台湾明显是我们保障和平的地缘政治周围的一部分 他当时表示 台湾对欧洲重要性不只是在道德面 还有重大经济利益 因为台湾在制造最先进半导体上占有战略角色 伯雷这番言论之前 法国宗的马克龙曾与访中行结束后处章 欧洲不该卷入台海冲突 也不愿意美国附庸 他的话引发华兰 并掀起美国和欧洲联盟政治人物的批评 那么伯雷利说这话话是什么意思 非常可笑 第一个 伯雷利是被中国当局拒绝他来访问的 因为大家都知道 本来说 伯雷利是16号4月16日到17日访问北京的 但是北京拒绝他以后呢 他说他得了新冠了 给自己找一个台阶下 因为中国觉得跟你没什么好脾巴谈的 我跟你欧盟主席谈过了 我对中国来讲跟欧盟主席谈都是扯驴蛋 因为他们跟美国都是一体的 很多都是美国代言人 包括伯雷利都是美国代言人 那么只要中国的目的很简单 只要政治大国 法国在这个问题上保持中立 那就是一个绝对性的外交胜利 你欧盟不欧盟 去里妈的蛋你就别过来了 你伯雷利去去去去去去去 你北京又不是不知道你代表的是美国 你是美国的一个部长 我现在中国我不跟美国有任何接触 你去你也别跟我有什么接触 我不跟你废话 我中国不跟你欧盟整个层面犯览关系 我跟你下面的国家一个个单个范儿的关系 比如说西班牙他对中国来访问 他就说支持中国的乌克兰和平12条 这就足够了 对不对 这就足够了 其他的无所谓 那么 这个就是 不得一说这个话呢 我觉得很扯 第一个 什么叫做派军舰来台海 你欧洲有什么军舰可以开到这个地方来吗 法国的军舰是开过这边来了 但法国的军舰开到这边来 中国根本就没有任何反应 而且他也是事先通报的 我过一下台海 仅此而已了 西方要炒作起来 也炒作不起来 因为如果说解放军 严密监视他 那这个他们可以炒作 那解放军又不搭理他 再说 作为欧洲军事第一大国的法国 他的那个军舰 说句实在话 开过来有 有点扯 那军舰质量 非常不高 中国一个 220导弹快艇 可以把他那个 那个那个护卫舰 把他给打沉掉 他们欧洲没有任何拿得出手的 这个这个军舰 拿不出手 你说你欧洲派什么军舰过来 英国 英国说27年以后会派一条 啊 三一型护卫舰 永久部署这边 这个不就是跟当年国共内战的时候 共军要渡江的时候 英国的子氏英号开进长江 一个道理吗 你一条破军舰能干嘛 横跟在长江就什么 阻止中国统一了 你不是在这放屁吗 他有什么军舰可以开出来 啊 对吧 啊 去年那个伊丽莎白女王号到南海来过了 解放军都不跟踪他的 去你妈的 你自己去玩吧 啊 你自己去玩吧 所以说 你欧洲是拿 没有拿得出手的海军跟军事力量的 那解放军刚刚放了交龙行动 那075 那075 都不算啥 马上就076了 福建舰已经海事成功完成了 现在要进行电子弹射 上战机电子弹射了 啊 那八条055大型驱逐舰 带英机21全球最猛的反舰导弹 全世界独一党的反舰导弹 就是英机21了 那你还 你你你那你什么军舰过来 能够陪我 咱们陪你玩 到时候 我说现在不是说欧洲 要派军舰来中国了 而是说现在可能中国这些 075 055这些军舰都是远洋的 都是远洋不是近海玩的 近海咱有056和这个啊 20快艇就够了啊 全都远海都054 这都都不是开玩笑 054B 这些东西到时候都看到英吉利海峡去 到你欧洲去闹 到你布鲁塞尔家门口去闹了 啊 据我所知北京是有这种计划的啊 通过白岭海峡 从那个地方直接走北冰洋啊 俄罗斯破冰船开开道啊 然后就直接到落落到欧洲去了 所以说这种言论是非常傻逼的言论啊 然后还有更傻逼的一个言论 EPP主席中国若清台欧盟需制裁 啊 欧洲议会最大党欧洲人民党主席韦伯表示 若中国攻打台湾 欧盟必须对中国实施大规模制裁 而尽早令北京明白这点 是防止台海爆发冲突的最佳方法 韦伯是接受德国明镜周刊采访时 称 中国籍俄罗斯领导人只能明白强势语言 因此要向中国表明 如果中国入侵台湾 欧盟将对中国实施大规模制裁 但他也说 欧洲经济相当依赖中国 如果对华制裁 自己也会付上代价 那你这个话说了跟他们没说 不是一个道理吗 韦伯指出 中国正你冷却对欧盟关系 欧洲未来不可只靠中国市场 应将注意力转移至巴西 印度 澳洲 东南亚等地 与民主国家建立自由贸易区 那么关于他这个言论呢 我觉得跟他妈比扯了啊 中国正已冷却对欧盟关系 这一点是事实 这一点是事实 他讲的没错 中国现在不跟欧洲 不跟欧盟打拐了 不跟欧盟打拐了啊 去你妈的代言 我也不跟你废话 就伯利利是种人 我也不见乎不见你 你也别他妈跟我来谈 你没啥跟我好谈的 你是美国分部 大公司的这个分公司 欧洲分公司 别给我来扯淡 我不跟你母公司谈 我也不跟你欧洲分公司谈 我只只要把法国搞定就OK了 其他的滚蛋 那把英江注意力转移至巴西 不好意思 巴西在去美元化 巴西啊 跟欧盟也没什么好说的 巴西的经济这样不行 他在跟中国是金砖国家 印度得了吧 如果说印度牛逼的话 德国跟法国不会他们的总统 带着他们的最牛逼的这些商业团队 来中国来扩大规模投资 印度的产 印度啊 再加上一个经常性的 扣押外国的资产 你赚点钱你也转不回来 你怎么办呢 澳洲 澳洲一千多万人 两千万人不到 那个市场能干啥呢 是不是 那个市场能干啥呢 对吧 东南亚 不好意思 东南亚它要大规模出口 你的产品在那里卖不动 东南亚有几个国家在消费奔驰奥迪宝马的 对不对 没有 去东南亚看看马路上那个车 很多都是中国生产的车子在那边 卖的还不错 所以说 包括什么台湾 什么跟欧盟有什么很大的利益 什么半导体 放你个驴儿屁 台湾的利益大 还是中国大陆跟欧盟利益大 这个账都不会算吗 法国 总统马克龙日前访问指称 欧洲在台湾问题上需战略自主 不应迎合美国 韦伯对此则反驳指 欧盟对华政策需 先与美国协调才能取得成功 单靠自身无法与中国一交高下 但问题是 马克龙说我要当第三级 我不想与中国一交高下 欧盟 法国说得很清楚了 戴高乐主义说得很清楚了 我不想跟中国一交高下 可以吧 所以你看到没有 欧盟现在这帮最大 EPP最大的这个 人民党的主席 是美国的走狗 所以你觉得中国有必要 跟欧洲分公司去见面吗 没有必要 此外 美国国土安全部长 马约卡斯 10月21日在华盛顿 一个智库说 中国对美国本土构成 特别严重的威胁 在他的首次有关 国土安全概况的影响中 宣布两项举措 即展开 全部门的90天冲刺 审查 以对抗来自中国的 多方面威胁 同时设立有史以来 第一个人工智能工作 智慧工作主 以应对人工智能 对国土安全威胁 格局带来的彻底改变 根据美国国土安全部 公布的内容 90天冲刺 主要针对六方面 保卫关键技术社 是破坏全球分泰尼供应链 防止中国滥用 美国合法履行系统 骚扰 持不同政见者 防止中国的恶意经济影响 促进北极和印太地区的安全 安保和经济框架 与各级政府和私营部门 合作伙伴 分享中国构成的威胁资讯 所以关于这一点 我听上去又让我觉得 有点扯淡 就是说你这个没什么新颖的 你搞来搞去 无非就是想办法 怎么样跟中国冷战对抗升级 对吧 包括现在还有的人 我跟你讲有的中国人 就别再丑了 还有他们去美国什么代孕 去美国什么生孩子 这他们非常丑陋的一个行为 美国现在也已经指出 就是要打击这种行为 也要打击你这种非法路径的 包括打击这些假政庇 所以说他首先干的 不是中国大陆 干的是他妈的你那些 梦洋犬 公知美分 对美国向往的这些人 你首先是被他干的 所以说他什么国土 什么九十天冲刺 无非都是把他搞点噱头 现在在美国 在欧盟 当官只要他们反华 那他们就有市场 对吧 但是呢 却很无能 所以我说过 这些官员天天在这个地方 马克巴斯 明天好像把中国给干死 但你看美国的总参部长 马克米利 他的言论是很警小慎微的 说你们不要再讲这种话了 我们现在不想跟中国打招 我们也不会跟中国来打仗的 你们就别他妈说这个话 因为说了这个话 到最后是要用美军实力来搞 但是美军现在 跟中国的这些武器装备 差的也蛮大的 只有在某些领域 可能看上去还比较屌一点 但是其实来讲 是很扯的 而且美国接下来的武器质量会越来越差 因为中国完全完全对美国断供稀土了 落马公司 雷神公司 完全跟中国没有任何业务 它的质量会越来越差 中驻法大使受访 开地图炮 卢沙爷引乌克兰及波罗的海三国抗议 中国驻法大使卢沙爷 法国时间 21日晚间 接受法国电视台访问 推翻主持人质疑的民族自觉权 除了在访谈中 为了台湾问题 这个骂上 还在被问到 克里米亚是否归属乌克兰史 他会回说 根据国际法 这些前苏联国家没有如同主权国家的确实地位 此举立刻引发波罗的海三国及乌克兰驻法大使的 其身抗议 卢沙爷在主持人一连串的提问台海现状时 除了宣称 因为中国领土的完成 受到台湾及部分西方国家的台湾分裂势力威胁 还恼羞地批评对方 每次访问我都用过去的不实留言 诡辩 您不诚实 在主持人的位及俄乌战争时 拒绝回到克里米亚 是否属于乌克兰 还回应表示 根据国际法 这些前苏联国家没有如同主权国家的确实地位 此犯言论一出 立刻引爆欧洲多个恼火 那么乌克兰驻法国大使 开骂了 立陶宛 拉脱威亚 埃萨尼亚三国 开骂了 那么我觉得这个是好事 为什么呢 因为 这就是说 卢沙也说 我跟各位讲 北京它是会 它是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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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会报复的 因为你乌克兰 一些官员 之前他妈 在台海问题上 叽叽歪歪的 说什么 什么 今日乌克兰 明日台湾 台湾不是中国的 怎么怎么样 这个账就给你算了 对吧 然后 波特地亚三国 不是一天大晚 喜欢跟台湾乐落吗 对吧 那也 那也一起把这个账给算了 你们 前苏联国家 其实没有什么主权的 你们的主权 他妈 现在不就是为美国的一部分吗 对不对 所以我觉得 卢沙也 非常好 战狼外交 就是要 要这么搞嘛 对不对 直接就怼他们 不要跟他们客气 因为中国 你冷冻 跟欧盟的关系 这是好事 对吧 那个什么 EDD的主席说 要跟中国一交 高下 欧盟内部对华政策 极其 极其的这个 不协调 所以这都是 我们可以利用的这个漏洞 还有一个问题 对中国制裁 你欧盟 哪什么 制裁中国啊 大家要知道 中国 这个乌克兰跟台湾 完全不一样啊 乌克兰 由于这个国土密集非常大 俄罗斯一口吞不下 所以制裁 就变得看起来 好像啊 是可行的 但台湾 解放军三天拿下 那么台湾 中华民国不存在了 那么你在制裁中国 的意义在哪里 因为这个事情 你制裁中国 那 你制裁中国 中国可以 军事 武装 俄罗斯 大规模军援 俄罗斯 因为跟你们 三不四不脸皮的嘛 对不对 所以卢沙也这一次 就是在警告 波罗蒂亚三国 和乌克兰 在台湾问题上 不要他妈 屌兮兮的 到时候 直接就是军事 武装俄罗斯 那 现在 美军 全副武装在这里 乌克兰跟俄罗斯打 还是他妈 势均力敌的 那如果中国 武装俄罗斯呢 那可能 就完了全全 就不一样了 那到时候 你欧洲 更他妈 惨 更恐慌 那你制裁中国 也让自身 经济严重受损 中国现在 由于是跟欧盟脱钩 7.8%的贸易额下滑 那么我想请问 到时候 你所谓的制裁中国 因台海问题 制裁中国 武统制裁中国 中国也制裁你 支持俄罗斯 那谁他妈的 受的伤大 当然是你 不是我们 所以他们又要 中国又要 中国不能支持俄罗斯 又不能武统台湾 提两个条件 扯淡